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李安安居 台湾基于防范俗称武汉肺炎的COVID-19疫情 从中国大陆来台湾就读的学生 在1月底暂缓来台 而香港及澳门学生 则是从2月中旬也暂缓来台 这一步启动了安心就学方案 改采线上授课 不过最近有在台湾的陆生提出 回台湾上课的期待 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唐彦博 之前和陆卉进行了意见交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唐校长 来告诉我们 校方目前有哪些看法或建议 非常欢迎 唐校长你好 是 各位听众主任大家好 好 校长非常关心 我们学生上课 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不变 像贵校的大陆学生 他们在这段期间也没有反应 你想回到台湾来上课 是 我想包括中国科大 其他大学我所了解 他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强烈的期盼跟诉求 对 那他们大概希望 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台湾 因为现在疫情好像看起来趋缓了 是 我想第一个 也负责确保的情况 那台湾以为要的地方是我们在疫情的控管 在全世界里面我们表现非常非常亮眼 所以在目前疫情比较这个掌控得以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跟陆委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思想 而且我们建议的是我们提出一个前提是个先行 但两岸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那因此我强调文化交易交流先行 那紧接着就是因为学校 学生包括有所谓的学资学位的学生 跟短期研修的学生 那整体考验我先建议说正规学资的学位学生先行 而学位学资的学生在目前整个境外的学生来看 它的人数比例大概整个台湾还有两万五千人 那这个港澳部分大概一万五千人左右 那以应届毕业生来看两千五百个人 因此我就紧接着建议用正规学资学位生 那以应届毕业生先行 所以假如两千五百个人去看 我们一个班机两百五十个人 大概十个班机 那我们期盼是希望能够在六业的时候 有所班的这个包机的情况 让学生一方面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毕业 因为整个疫情各个学校大概延到六业或是七业的情况 是非常谢谢校长 整合了各大学院校他们的一些看法 不过学生分散在各地 当然我们也听到校长是建议 我们可以有一个顺序 我们先从应届毕业生 这个部分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量 目前我们知道教育部有采安心就学方案 在这段期间我们尽力满足学生在上课这方面的需求 对 那主任所提到的 不管是两岸所碰到或国际所碰到的 这个疫情对于整个全世界 尤其在交易过程当中冲击非常大 那这种渐进的方式 最后我一个先行是 第一个学校也必须有完善配套措施 才有办法先行 大陆学生到台湾来主要是分布在 这个八个省市的部分 那他们在沿海 那各个学校其实在教育部或陆委会 他们大概可以盘整在这个八个省市 我们平均就把它看一下 所以这个包机到比较容易的方式 所谓包机就是说 当我假如全台湾的学生 有看多少在上海区域 那我们可以从上海方面的飞机 可以直接过来 那这个就是类似台商 在大陆有台商的因为 他们所做台商 假如要返台的时候 那跟这边的做一个协商 从哪个地方会比较方便 这个在技术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 第二因为现在的情况 我们主张是用类包机的情形 所谓类包机已经有很好的经验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 类包机我们看一下 确诊的案例非常少 这个案例大概少数的案例 因此假如我们用类包机 学生在登机之前做相关的检查 在搭飞机的飞行当中 也做好配套 进入到台湾以后 这样的余力不要转移到社会民众 因为这一步要求安心就学 或是准备好要求学校 每一个进来的学生 要提供一间的房间 那独栋的部分 也要善尽照顾学生的三餐 以及他犯息的这些的义务 以及他的废弃物 必须要处理 所以我第四个先行 就是完善配套措施先行 那应届毕业生是重重之重 因为我们假如不涵盖 应届毕业生包含进去 有两万五千人 台湾大概一席之间 很难去复合这么庞大的 这些检疫包括防患的措施 所以应届毕业生不仅是进来 第一个让他可以实质的参与到整个 因为有些是念大学四年 难得有一个参加台湾毕业典礼的行事 第二部分对于目前 因为今年大陆两岸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他们已经是禁止暂缓 大陆各类级的学生到台湾来就读 但是对已经就读到台湾的学生 他们假如继续要深造 比如要念硕士班跟博士班的时候 这些学生又可以继续来报名跟参加考试 所以我才会主张说应届毕业生先行 因为他取得学位之后 马上假如要就读硕士博士 这个时机刚好 再过来他们的行礼 几乎都是在各个学校的宿舍 因为当时没想到我回去过几年 那东西没办法带回去 所以他这个也必须要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我们不管是从四个确保 我个人感觉说 有四个宣请也有四个确保 第一个这样的动作可以确保两岸和平的发展 第二个我们也确保了安全防患的机制 第三个确保是确保了循序渐进的原则 第四个也相对重要是确保学生受教的潜意 这是我提出来的四个确保 是非常谢谢校长您的说明 那么您是建议能够采所谓类包机的做法 将分散在中国大陆有八个省市 在台湾就读的中国大陆学生 能够回到台湾来参加毕业典礼 这也是考量到学生的受教的权益 也提出完善的配套措施 要分散这个来台接受简易隔离的压力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量能 所以在学校方面在这方面的准备可以吗 我想绝大多数的学校大概都准备好了 有部分在都市型的学校 也许他们的床位数没有那么多 那这里面我就会建议说我们横向的联系 因为毕竟一般大学 他们的陆生港澳生比较多 那基专校院的相对比较少 那这一些的床位数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平台 因为部里面学的是 也掌握到各个学校 可以容纳的学生人数 包括读动读间的情况 再做一个横向的盘整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分散的部分 分梯次 那隔离14天的部分 再做有效的消毒跟防患 第二梯次方面也可以递不过来 所以它是一个渐进式的 好 那么相信这样的建议 包括陆委会跟教育部 也应该能够理解 那么陆生方面 是不是已经跟他们谈到 我们可能的做法呢 我想第一个 当然我们台湾各级学校 要先准备好 第二面各级学校也遵从 我们中央的一个指示 当它的政策一下去的时候 已经可以开始启动了 那我们也建议 就是说各个学校 是不是真正完全准备好 那教育部跟陆委会 甚至我们疫情防疫中心 都可以派人去检查一下 我们做了完全准备的时候 让大家更信赖 对我们的医疗防患 也更加推崇 我想非常审慎 也非常完善的一套建议 非常谢谢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唐彦博在节目前半阶段 跟我们说明了 中国大陆学生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暂缓来到台湾就读 那么虽然目前教育部 启动安心就学方案 改采线上授课 不过最近是有一些 陆生提出回台上课的期待 而刚才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唐彦博 也跟我们提到说 事实上 也的确是有学生反应 这样的期待 那么我们怎么样协助 这些学生回到台湾来就读呢 那么有提出了 我们的一些看法跟建议 非常谢谢唐校长您的说明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再就有相关议题 那么再请校长来跟我们谈谈 刚才你有触及到 有关这两岸关系 还有中国大陆在今年是暂缓 陆生来台就读这样的政策 那么相关的焦点 稍后再请校长来跟我们 做进一步的说明 是 谢谢主任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今天的新闻 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节目持续访问 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唐彦博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来关心 那么从中国大陆 香港跟澳门 到台湾就读的学生 因为疫情的关系 目前暂缓来到台湾 如何接续他们的学业 在疫情可能稍稍缓解的时候 但是又防疫优先的情况之下 安全顾虑考量 我们怎么样让学生 能够玄缺在台湾的这个学业 刚才校长有触及到 这个有关两岸关系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 在今年已经决定 要暂缓陆生来台的 不过我们在先从刚才 其实我们有先谈到说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下一步是启动了 安心就学方案 这个学期因为这样的情况 所以学生是改线上上课 不晓得在中国大陆那边的学生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 还有学校在教学 跟相关行政作业处理 有没有造成一些影响 我想任何一个疫情或是在初期总是有一些 比之间的在平宽的部分 跟所用的软体有一些两边在做一个所谓的调整期 因为一开始学校采用Moodle或是Teams 在大陆方面的接收 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困难 那也跟大陆学生方面 取得BGM可以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到最后这一块克服了 第二方面就是 有时候在Moodle方面 大陆不见得使用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线上的部分 所以我们等于在辅助一项WeChat方面 大陆微信的部分比较容易去了解 那同时我们也透过 现在手机视频的相对会比较方便 那在辅导 另外我们也要求老师 对每一位学生 他个人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在对学生的 包括PPT党 或是讲义这一方面 我们也在学校相关的 这些网站里面 都可以让学生来做随时的取得 当然这种线上面 跟实际上亲临其境的 还是会有一些落差 当然学生总是期盼 能够再回到校园里面来 面对面方面跟老师学习情意 虽然他们觉得说 在学习过程当中 也不是只有针对线上的 因为台湾毕竟在人亲土亲 我们在带人接户方面都相对不错 另外台湾的社长活动 其实陆生到台湾里面 也参与的蛮多的 但爱与疫情的关系 线上这些大概就没有办法去参与了 没有错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变通的方式 不过还是没有办法取代 能够到校来上课 可以参加很多社团的活动 还有师生的互动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这个情况 或许学校方面也已经想到了 如果这个疫情延长 启动安心就学方案 可能会变成短暂性的常态 所以对完善相关的机制 或配套做法 不晓得校长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教育部 或者说在学校方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我想这个美国 现在也慢慢的 有一些开放的情况 但美国的疫情那么严重 开放也有部分的一些余力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应该用渐进 稳定安全的一个方式来做 逐步的这个开拓 因为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有条件 有顺序的 让有部分的学生 能够再回到台湾这边 来继续就学 第二方面的部分 现在有不少大学 也有在大陆那边开设 像EMBA班 或是这个学分班的部分 但这个都是经过 教育部核定的 所以学校 也许也可以逐步 派老师过去做短期方面的 这样的授课 因为Giibu现在 基本上两边是 没有办法进行各方面的交流 但大陆方面 也逐步的去做一些 解禁的动作 所以唯有在局部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进行 因为台湾虽然是 不是以大陆为重中之重 但是新南向也是没有办法开展出去 所以学术是一个国际化的情况 包括学生 他们也期盼在台湾考一些相关的证照 但是假如只有透过视讯的部分 毕竟还是有它的局限性 是 非常谢谢校长您的说明 还有一些建议 我想在这段防疫今天 是很辛苦 学校老师 还有一些学生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 陆生相关的权益事宜 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就是目前两岸的官方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有机会接触 但这次因为针对陆生的权益相关事宜 是不是有机会跟中国大陆方面 进行一些意见交换呢 不想到这个部分的话 情况是如何呢 是 第一个 我们跟陆委会拜会的时候 我们也跟陆委会做请教 陆委会是采取非常开放 一直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任何民间团体 任何组织 都可以透过机制 跟中国大陆方面来进行沟通 我们的政府绝对是一个乐观其成 所以我们也尝试 透过一些信息方面 因为两岸毕竟是 一定要和平稳定的发展 这个绝对是中华民主方面 大家共同期待 减少一些比之间的 也许是意识形态的不同 但是透过一个交流 尤其透过文化交易的交流 没有一些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 比之间所孤立考量的 那这样的交流方式 我觉得应该是要持续去进行 所以其他可以来做调整 但是不能把两岸沟通交流门给关掉 那么诚如教长您所提到 政府是乐见路生来台的 不过我们刚有提到 中国大陆是决定 今年暂缓路生来台 目前在贵校的中国大陆学生 是不是会接续完成他们的学业呢 我们学校目前已经有办休学了 对 这个情况我想其他学校也会有 第二方面 有一些本来是要整个是修 所谓的这个正式学制里面的 佼佼学大会 但是爱以课程方面 他们有些变成学分会 所以哪怕应届是毕业生过来的时候 也许他有些学分还不足 但是我们都会所谓的补救课程 会密集课程 让他顺利的去取得这样的学位 那我们也是个别跟他们的一系 我们相信两岸方面 这一道的交流之门 很不容易打开这么久 应该还是有机会去恢复 所以我们也竭尽各种所能 有什么困难 我们都会意义协助 让他真的有心想完成学的时候 我们一个都不会放弃 是 那么政府欢迎陆生来台 绝对不是口号 我们从校长的口中可以知道说 我们是很期待两岸的青年学者 能够多多交流的 我们也希望今年中国大陆 做出这样的决定 只是战缓而已 我们希望陆生来台政策 能够持续下去 不过如果陆生来台政策 喊停 似乎可能会牵动一些 刚刚你有提到说 有些学生已经办了休学 老听了觉得很遗憾 那么过去贵校 是不是也有跟中国大陆的 学校有交换生 研修生 对 我们其实 第一个 以计算相应影响 比较大的是 短期的研修生 刚刚我们谈的都是正规学者 那这一个目前是我们称为延后 倒没有说把它完全终止 总是期待 那我们也在跟对方沟通 我们也可以先用视线的课程 那先来进行 等到整个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 尤其暑假期间 我们再来进行实质方面的这个 看我们老师过去 或是他们过来 这两个我们也在谈相关的准备措施 是 我想学校是非常欢迎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到台湾来就读 不管是短期的研修生 或者是来攻读学位的学士 或者是数博士生 我想刚刚校长已经提了很多了 其实陆生来台政策 是好不容易 两岸的文教交流 很好的一个政策 那么对于两岸的文教交流 跟两岸关系 看来是会起的一些影响 那最后校长不晓得 您对于目前这样的交流情况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建议呢 我呼应一下两岸方面的 这个政府的领导人 可以以中华民主 比较长眼的发展面去思考 这个多一份交流 少一份阻挠 多一份对谈 少一份方面 彼此间的这个提议 的部分 那唯有这样 我们更期盼各项的 不管是这个学生的交流 或是很多学术研讨会 甚至论坛方面 也未来可以逐步的开展 是 我想两岸关系 要能够有正面的发展 要多交流 那么多接触 那么彼此能够理解 我想要透过很多政策的开放 才会有利于这方面的进展 好 我们在今天特别关注有关 因为台湾俗征武汉肺炎 COVID-19疫情 使得中国大陆来台就读的学生 暂缓来台上课 不过有陆生是期待 能够尽快回到学校来上课 目前政府考量疫情 我们看到是说会以审视来研议 不过是不是也请校长 你来转达 是不是也要做好相关准备呢 是是 这个绝对责物旁贷的 好 我们期待 希望能够启动这个包机 循序渐进 来接大陆学生回到台湾来上课 今天非常感谢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唐彦博表达您的看法跟建议 非常谢谢您 谢谢 非常感谢主任 也感谢各位听众收听 谢谢 谢谢